继续来看到是国中基测9号正式登场 在屏东则是有一名陈同学 他因为体重220公斤 为了让他能够舒适的来应试 这个学校是特地的将专属的家大版桌椅送到考场 而在高雄方面有考生因为先天阅读障碍 使用首创的语音报读方式来应试 考卷就是一张光碟 另外也有5名考生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还特地申请不开冷气的市场 为的是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 玩给北极熊一个家 5位考生特别坐在离窗户最近的位置 加上电风扇似乎还蛮通风的 不过他们可是为了节能减碳 特别在报考机测时 就事先申请了不开冷气的考场 就减少二氧化烂排放量 然后抵制全球冷化 然后拯救北极熊 除了这5位希望能为环境 即一己之力的考生外 还有一名特殊考生 一吹冷气就会过敏 校方特地安排他一个人一间市场 另外更特别准备了语音暴读 让有先天阅读障碍的考生能够顺利应试 我们前几年是使用人工暴读的方式 那为了让学生可以自己控制考试的速度 所以我们就采光碟暴读 在屏东还有一名陈同学 因为体重有220公斤 平时上课就必须使用专属的特制桌椅 为了考试坐得舒服 更特地将大size的桌椅一并运来考场 因为他申请特殊市场嘛 我们了解他是因为体型的关系啊 好像没有适合的一个桌子给他使用 一连两天的基测 全台共有22万6千多名考生参加 人数创下了历史新低 教育部跟统计这次的缺考人数高达6,210人 创下缺考新高 研判可能是因为扩大免试入学的关系 许多国三生都已经推真上有学校可念 才会导致缺考人数暴增 众电视远张春华 梁甲文 张欣宜 屏东高雄报道